五六年級的學生出發前仔細的檢查自己的裝備 老師也發放每人所需的飲用水 這是泰武國小每年舉行的高山畢業成年之旅 已經連續十年帶領五六年級的學生登北大武山 學校希望透過登山讓孩子體驗人跟自然的關係 也到台灣族心中的聖山更認識自己的文化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一個敬祖還有感恩 然後讓孩子知道我們回到那個地方 我們要唱歌給祖靈聽 我們要跳勇士舞 讓祖先知道我們的腿還是很健壯 我們也要讓祖靈知道 我們知道這一條路怎麼走 我們以後到長大 我們都會記得這一條回家的道路 背起行李幼稚園的小小鼓搖隊迎唱鼓搖 就像寬送出征般的勇士們 來到了登山口部落騎老一行七十一人的登山之行 來祈福 針灸 點煙 預告也祈求祖靈的庇佑之後 隊伍踏上了旅程 學校今年特別帶了永久屋的泥土 灑在北大武山頂 同時將北大武山的泥土帶回來 祈求祖靈庇佑部落新的居所 所以我們要告訴祖靈我們新的土地在新的烏拉魯茲 祖先要每一個祭典的 每一年每一年要承辦祭典 祂不會迷路 祂會聞到這個氣味 祂會知道他們的孩子住在哪裡 攀上海拔三千零九十二公尺的北大武山 經歷了三天兩夜來回將近十八公里的路程 過程雖然艱辛 不過學生滿載而歸 泰伍國小雖然因為八八風災 遷到烏拉魯茲永久屋部落 但是每年到聖山的行動沒有停止 學校表示未來還是會持續的舉辦 就像登山畢業旅行給孩子傳達的精神一樣 就是堅持到底 永不放棄 記者哥斯爾 屏東泰伍採訪報導